局長我一剛開始跟你們講了 就我們一開始教了什麼 我們開始教了Combinational Logic 所以我們設計了很多Combinational circuit 包含這個很複雜的Toy的ALU 這Toy的ALU我先來幫大家再複習一下 因為我們接下來它也會用到 這是一個16bit的ALU 它有兩個16bit的input 一個16bit的output 我們有五條控制線 其中有一條叫做ALU-slack 它基本上是三個bit 它會在這1234567個指令中間選一個 七個指令中間選一個 那前面六個指令就是我們這個 這個Hold machine裡面用的加法 減法指令1指令2指令3指令4指令5指令6 那Combinput2是什麼 這沒有出現在我們的指令集裡面 它是architecture上面的需要 我們以後看architecture的時候再來看 好那另外兩個呢 一個只是shipped direction 一個是加跟減 那我們有說過 你是有可能把這整個combine起來變成三個bit 因為最多七個mode 可是呢 你這三個bit進來 你還是得要拉兩條控制線 一條呢 拉到那個加減法器告訴它你要做加法減法 一條呢 拉到shift那邊告訴它你要做shift Level Right 所以最終這兩條線還是會有 只是它出現在裡面還是外面而已 那我們現在選擇呢 是大家出現在外面 讓整個事件比較單純 你要做加法解法這邊就知道 要做shift Left Right這邊你就知道 那缺點是說呢 你控制線看起來會多一點 OK 好這個是TOY的ALU 這是我剛剛講的 你可以把這五個combine成三個bit 沒有問題 不過問題就是說呢 你 somehow需要這兩條控制線 OK 在裡面 那這兩條控制線呢 一條要控制加減 一條要控制 Shift Left Right OK 那我單純的就 直接把加減一條 Shift Left一條 然後呢 把那三個呢 它當作這個Multiplecer的Select 這樣來設計這個COID的ALU 那除了這個ALU之外呢 我們另外一個很常用的Sequential Logic 就是Multiplecer 其實這邊我們看到的是 N選1 KY 就是每一個input都是K個bit 然後呢 我從N個input裡面呢 選一個讓它過 然後它的Control呢 會是LogN 調Control OK 好 介紹完Combination之後 我們去介紹Sequential Logic 我們介紹了這個 第一個bit的這個 FreeFlop 然後它儲存一個bit的內容 也可以改變 你要儲存的內容是0還是1 然後我們用它呢 做了暫存器 我們用它呢 做了這個 Memory OK OK 那這是Register File OK 那這是我們設計的這個Toy的Memory OK 這有256個握的 OK 那這是Toy的Register Toy的Register有一個比較特殊的地方 就是它可以做Dual Read 你看到喔 它可以同時讀進來兩個Address 輸出兩個Data 這跟我們之前介紹一點不太一樣 或是你可以想想想 如果你要設計一個這樣的東西也並不困難嘛對不對 你Input有兩個 有兩個Address 然後就 做兩個Multipulator嘛 一個 讓它一個用這個Address A來選 然後選到A Data 一個用Address B來選 把它選到B Data 那為什麼要支援Dual Read呢 你還記得我們Toy 字邊什麼樣的指令 比如說1234 它把暫存器3跟暫存器4的內容拿出來 所以說你一個指令裡面 你可能會需要兩個暫存器的內容 那這個時候你就要把3跟4放在這裡 然後把R3跟R4從這邊讀出來 然後把2放在這裡 這邊會經過加法器 加完以後呢 加的結果會拉進來這裡 然後把2放在這裡 所以就把3跟4讀出來 加完以後寫回2 這樣可以做到1234這件事嘛 所以說你看到這個Toy的Regist File 跟一般的Regist File 不一樣是它Support Dual Read 它可以同時讀兩個暫存器 那Write也是你有的 OK 可是大概就是我們所有需要 最主要的一些元件 包括ALU Multi Pressure Regist File Memory File 但我們還需要一些像是Counter 一些Control Signal等等 那另外一個我們需要一個Clock OK 這Clock會來控制我們整個的運作 我們待會看到Toy裡面 怎麼樣設計這個Clock 會把整個的運作分成四個階段 每一個指令需要兩個cycle來完成 Toy裡面每一個指令需要兩個cycle來完成 第一個指令 你可以把它稱為第一個cycle 你可以把它稱為 Instruction Fetch 就是要把指令讀出來 第二個稱為Execution 就是執行這個指令 OK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準備要看這個Toy的Architecture 我們介紹完這些元件之後 我們並沒有告訴你怎麼把它兜起來 我們就直接告訴你說呢 我們如果希望設計一個指令可以執行 設計一部機器可以執行這16個指令 那如果有這16個指令 我們可以做什麼事 我們先講這個 那接下來我們現在要談的是 我們怎麼樣把我們這些元件 經過適當的連結 讓它可以執行呢 我們所設計的那16個指令 執行所謂的Architecture Design OK 好我們接下來就要談怎麼樣 我們怎麼樣根據這個Spec 或是稱為這個Instruction Set Architecture 就是那16個指令 我們怎麼樣根據這個16個指令呢 去設計這一部Toy的Architecture OK 好 那所以我很快再Review一下 我們的元件有哪一些 我們有ALU Memory 我們希望把它們連接起來 讓它變成一部Toy Machine 裡面有支援16個指令 256個Word的Memory 16個Word的Register 跟一個8個bit的Program Count 那我們怎麼設計一個Processor 這是大概的General Guideline 分成四個步驟 第一步呢 你要先設計你的Processor 你希望它做哪些事 就是它的Spec 或我們把它稱為 Instruction Set Architecture IASA Instruction Set Architecture 就是我們看到Coin 那16個指令 就是它Instruction Set Architecture 你可以做什麼事情 每一個指令呢 它的對應的這個Machine Code 是什麼意思 它可以代表Semantic是什麼 比如說 我們那邊會有加法 加法就是呢 把RS跟RT加起來 結果呢 放到RD 那就是它的Semantic 那我有16個指令 我把16個指令Semantic 都寫給你看 而且告訴你這16個指令呢 怎麼樣Incode在它的指令集裡面 OK 第一個 先設計它的Spec 或設計它的ISA 第二個呢 決定Major Component 比如說根據這個ISA 的Semantic 我可以決定呢 裡面有哪一些暫存器 哪些Memory 跟哪一些 這個Combination Logic 需要的原件 好 決定好原件之後呢 第三步呢 就決定Data Pass 根據Semantic 我知道資料要怎麼樣流動 然後呢 把這些原件之間呢 做適當的資料的連線 最後一步呢 加上Ctrl 來完成這整個 每一個指令呢 應該要有的 這個Function 大概分成這四個步驟 那我們先從簡單的例子講起 我們一開始就談Toy 你可能沒辦法接受 我們先從一些簡單的例子談起 我們現在設計一個很簡單的Processor 叫做4BitCounter 4BitCounter 這是一個Processor 然後呢 這是它的Input 和Output 它有4個Bit的Input 4個Bit的Output 然後呢 有兩個Bit的Operation OK 那這兩個Bit的Operation 包含呢 如果你是00的話呢 就叫Reset 01的話就叫Load 10的話叫Increase 11的話叫Decrease 還可以想這是做什麼用的 就是比如說在動物園門口 常常會有一個收票員對不對 每進去一個人他就按一下 按一下按一下 他就數說今天有多少人進動物園 對不對 好那Reset就是每天來開園的時候 我按一下Reset 讓我的Processor 讓我的Counter變為0 或者是呢 他如果要計算整個月的 他可能會把呢 目前為止的所有資料呢 Load的進來 比如說呢 到今天為止已經有1萬人入園 我先再入1萬 先Load的1萬進去 然後接下來呢 每次進一個人我就按一下 按一下就Increase一下 那如果按錯了喔 比如這個人進去 就說沒買票就出來了 就再Decrease一下之類的 所以他會Increase就增加 Decrease就減少 Load就是再入之前存好的數字 Reset就把整個Counter Reset為0 OK 所以這一個晶片 大家可以來做這樣 當然他可能不止4個bit 為了簡化幾件 我們假設一個4bit的Program Counter 一個Counter 那可以做這4件事 那這4件事的Semantics 大概分別對應到這個 假設呢 我們裡面會有一個 存這個Count 這個變數叫做C 對不對 所以Reset就是把C變為0 Load就是把C變為1 就這邊輸入了 那4個bit的數 Inc呢就是讓C等於C加1 Dec呢就是讓C等於C-1 這是他的Semantics 這是他的Operation 這是他的Optical 這是我們第一部嘛 Spec ISA嘛 這是我們這一個4bit Counter的 Instruction Set Architecture 他可以做這4件事 這4件事呢分別對應到 這一些Semantics OK 好我們完成第一步驟 一個4bit Counter的Semantics 第二步是什麼 決定Major的Elements OK 好我們看Semantics 裡面的變數叫做C 當你看到變數的時候 你就想到你需要用個暫存器來存 當作這個變數 所以你要有個暫存器來存C 那這是4bit 所以呢 C也是4bit 所以呢你需要一個4bit的暫存器 所以根據Semantics你就知道了 我會需要一個4bit的暫存器 來存這個C 所以說呢我會呢拿一個這個4bit暫存器來 那我知道呢我要用它來放C 好那個暫存器有什麼樣的Input 暫存器會有4個bit的DataIn 4個bit DataOut 然後呢它會連上Clock 那以及呢它會有個RightEnable OK 因為它是一個暫存器嘛 所以你OS可以在那邊讀到它的內容 當你需要寫的時候 就把RightEnable設為1 把要寫的資料放在這裡 下一個clock按起來的時候 它就會被寫進去 OK 那這個暫存器 用它來存C 好你還需要什麼樣的 元件 因為那邊要做加法跟減法 所以你需要一個加減法器 對不對 你需要一個加減法器 所以我會需要一個加減法器 然後呢這邊會有一個告訴我是加法還是減法 然後呢它會是一個4bit的加減法器 那這邊的我們always呢 輸入1 那輸入1其實就是一條線接電壓 另外三條線接地嘛 它就會0001 always是輸入0.1 OK 好這是我們需要的元件 它沒有需要什麼元件 應該沒有了 那當然我們overall會有一個in跟out 我們會有一個input跟output 不過這個 也許可以把它畫出來 到時候會有out在這裡 那會有一個in在這裡 OK 好那第二步就這樣我們 根據我們semantics我們決定好元件 好其實某種種我們還需要一個0啦 某種種我們還需要一個0啦 某種種我們待會再來看就好 OK 好第二步 其實我們把0寫出來 我們是需要一個0的 因為你可以看到 我們這邊有c等於0跟c等於in 那in在這裡 那我們還需要一個0 那0去就四條線都接地 所以我們還有一個0在這裡 OK 好 所以大概我們所有元件都準備好了 接下來第三步你們可能不要陌生就是 決定data pass 什麼叫決定data pass呢 基本上意思就是說 資料根據semantics必須要被留到那裡 不管要不要真的這麼做 而有這個可能性 我資料就必須要留到那裡 我舉個例子好了 比如我們看第一條指令 第一條指令說什麼 要把0放到c 你要做到這件事 不管你有沒有真的要做 如果你要做到這件事 那你必須要有什麼樣的連線 這叫data pass 如果你要把0放到c 你要把這個0連到c的input 要不然你就沒有機會把0放到c 對不對 OK 這是第一個 你應該要有這條線存在 我這邊用不同顏色畫 我應該要有這條線存在 根據第一個指令reset semantics的要求 c要等於0 我不需要這個data pass存在 要不然的話呢 我這個指令根本就做不到 有這條線存在 我才有機會做得到 這條線如果不存在 我根本連做到的機會都沒有 這叫data pass 下面那個呢 硬要到c 正要到c 那就問題啦 他也要去c 他也要c怎麼辦 對很好 Multipresent 所以當兩個都要去的時候 我產生data pass的衝突 我就加multipresent 所以我這邊加個multipresent 一個呢接0 一個呢接in 那當然可以想像這會有control control都會待會再來看 所以呢 我這邊呢 這兩個都有可能到in 我透過個multipresent來control 到時候我要讓誰過 通常你可以想像如果實現是reset的 我要讓0過 我要實現是load的 我就讓印過 ok 好這根據這兩個指令的semantics 我畫了data pass 可是因為有衝突 所以我加了一個multipresent 這是他們需要的data pass ok 好下面這個 c等於c加1 跟c等於c-1 為了要做到這兩個指令 你都要做到什麼 你要把c的內容送到加點法器 所以你必須要有這條線 讓他加了1跟減了1之後 結果結果要怎麼樣 再拉回來 然後呢 還要進c 又有衝突怎麼辦 再一個multipresent 這邊再一個multipresent ok 好 這基本上就是 基本上就是我所有data pass 根據semantics 為了要做到這些事情 我必須要有這一些資料的流動 如果沒有這些資料流動 你根本就不用彈完成這些指令的可能性 這叫data pass 資料的流動 就是data pass的意思 這個out 其實這邊 我們其實都沒有用到 因為semantics並沒有講 那你基本上 你的out應該就是直接把這個拉出來 當out 如果你要讀的話 而且這邊其實都沒有出現out了 ok 不過理論上 不過理論上你是應該會 有一個這一個線拉出來 也就是說呢 你的pore1counter呢 一直會把現在數字顯示在螢幕上給你看 現在是有多少 counter內容有多少 不過他跟你的指令是無關的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大概就是這樣拉出來 ok 因為剛剛其實沒有必要寫out 因為semantics裡面並沒有出現out semantics裡面並沒有出現out 不過你可以把它想的這就是 就是你另外還要附加系統嘛 這邊會有個器段顯示器 然後把這個out拉到器段顯示器去嘛 然後這邊可能會有一個button之類的 然後一個button可能會對應到dc 一個對應到rnc 那這個要怎麼樣 轉換成op 那可能就是外面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設計的是核心的這個process 那至於外邊周邊的IO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ok 好這第三步驟的data pass 黑色的部分就是data pass 那為了這個data pass 我們去另外加了兩個market press 這是在應付所謂的data pass上面的conflict 還有一些衝突你必須要做選擇的時候 你加上multipressor 好接下來第四步 設計control完成指令 設計control完成指令 好我們先來看喔 這裡面有多少個control 你有幾條controlsignal 一二三四 所以你有四個controlsignal 包含這個multipressor1 multipressor2 write enable 跟加減法 每一個controlsignal呢 都會對應到一個logic function 到底它是0還是1 好那我們這麼寫好 我把它叫做m1 把它叫做m2 我把它叫做c 把它叫做這個 加跟加 a s 加或- 好那上面 這multipressor要有規定 比如上面是0下面是1 上面是0下面是1 ok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 怎麼樣 我們現在來看 我們怎麼 比如說我們怎麼設計m1 m1這個function opcode 我們有兩個 我們有opcode嘛對不對 opcode可以是 00 01 10 11 好問你opcode00的時候 m1應該是什麼 opcode00是要做什麼 cr等於0 cr等於0 表示這個要選 要選0 m1就要選0 好那下面呢 01的時候呢 cr等於in 所以me要選 1 這樣應該可以嗎 如果opcode是01 opcode是01 表示cr等於in 也就是說我要讓in從這裡進來 ok 其他優先不管 我們現在只看m1 ok 那opcode如果是10呢 其實不重要嘛 opcode如果是10 m1其實不重要嘛對不對 ok 所以don't care 然後呢11呢 也是don't care 好那我問m1是什麼 這是我們一開始叫的logifunction設計 一個true stable m1它的值是00 01 don't care don't care op0沒錯 所以說呢 m1其實就是op0 ok ok 那同理啊我們可以設計m2 如果現在是00的時候m2你希望它是什麼 因為00嘛你要把這個0送到c嘛對不對 所以你m1已經選了0過來 你這邊還要選0 所以m2要是0 對不對 那 如果是01的時候呢 01的時候是in進來 是把相加或相減的結果拉回來 所以呢 這兩個一定要都是1 好如果m2是0011 根據這個true stable 畫出來 它應該是什麼 op1 對不對 所以這就是op1 那c呢 right enable 什麼 什麼時候要write 全部都要write 所以全部都是1 所以說呢 這個op這個呢 write enable 就一直都是1 好那這個呢 加或減呢 don't care don't care 加的時候呢是0 減了會是1 那這個會是什麼 其實還是op1 op0 ok 所以這就是control signal 對不對 你就把你的op0接到這裡 op0接到這裡 op1接到這裡 那這邊呢 op1接1 這樣就好了 ok 那接下來就看使用者 要的指令是這四個用哪一個 他就會做他對應的工作 ok 好這個就是 一個4bit counter的設計 我們follow這整個四個步驟 第一個呢是設計ISA 跟它semantics 就是這個 第二個呢 決定原件 我們決定了這兩個 第三個呢 data pass 通常這個是有點複雜 data pass 所以我們 根據這data pass的流動 最後加了兩個multi pressure 第四個呢 決定control 通常會根據這個 不同的input 它的control signal 應該長什麼樣子 把對應的這個bully function呢 把它劃檢出來 把它呢 運作出來 那當然這是一個很簡單的process 所以它劃出來的線路呢 還算簡單 你會想到toy會比這個複雜很多 不過再 我可以先給你們看toy的 toy的原件大概會長這樣 ok 加上data pass以後會長這樣 這是它的control signal 加上control也會長這樣 那control裡面呢 我還沒有告訴你 control呢 這是其中某些control啦 橘色的就是它的control 最終呢 它control大概最終會長這樣 其中某一些啦 ok 所以你可以講一下 那最終要做到toy呢 會有點複雜 所以我們也沒有直接從counter到toy 我們在下一步 下一步呢 我們會再做另外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 我們今天大概講不到 講不到講不完 我先大概提一下 我們下面要做的例子是什麼 我們要做一個stake的一個process 那談什麼叫stake process之前 我今天介紹什麼叫stake 那stake呢 是computer size裡面呢 非常重要一個data structure 非常重要data structure OK 你們在大一下的這個 資料結構與演算法裡面 一定會談到stake這個資料結構 那stake這個資料結構呢 其實 很簡單啦 它叫stake就是所謂堆疊 那常用很多例子 像是盤子的例子 就是說當你有一疊盤子 那你要拿這疊盤子的時候 你一定從最上面那個拿 那你要放東西進去 也一定是放到最上面 所以它就有一個特性叫做所謂的 first in less out stake通常有一個很著名的一個性質 叫做first in less out 第一個放進去的東西 會最後拿出來 我們稱為filo ok 那對應的呢 就是一個first in first out fifo 這個呢 我們稱為stake 這個呢 我們稱為queue 排隊的話 通常你排在前面的會先被service 對不對 然後後來就排在後面 stake是倒過來 你後來的人放在最上面 全部都拿完了才會到最下面去 所以先來的會最後被處理 叫stake first in less out 就像一個盤子的概念 好那 我們現在談的是一個數字的stake 就是說你可以想的就是我有一個堆疊 一開始是空的 那我們一般對stake的操作呢 有兩個最主要的操作 一個叫push 一個叫pop push呢就是把一個盤子呢 堆進去 那可是你要告訴我 你要堆什麼樣的盤子進去 盤子上面通常會寫個數字 所以我們在數字的堆進去 比如說push9 push9呢 相當於你說你拿一個盤子來 那盤子上面寫9 然後把這個盤子呢 堆進去 所以相當於就是我裡面有一個盤子 是9 ok 好如果你push9之後 你在push7 會發生什麼事 會再放一個盤子 上面寫個7 可是他放在9的上面 所以push9再push7 你的堆疊會是長這個樣子 下面是9 上面是7 接下來如果你做pop會發生什麼事 pop就是把盤子從堆疊裡面拿出來 那要拿的時候你會從最上面拿 所以當你pop的時候 你會把7的這個盤子拿出來 所以pop會return7給你 ok 然後呢堆疊裡面還剩下9這個盤子 所以大家可以懂我那個意思 所以push就是把一個盤子放進去 盤子上面會有數字 pop就是把這一堆盤子裡面 最上面那個拿出來 那我看著上面數字是多少 所以我們這邊就有兩個指令 一個叫push 一個叫pop 另外我們還會有所謂的read read就是說呢 我不把盤子拿出來 我偷偷看盤子上面寫什麼數字 最上面那個盤子 我只看到最上面那個盤子 因為下面的盤子我都看不到 對不對 read就有偷看 也有叫pip 就有偷看盤子 那pop呢是告訴你說呢 現在這個盤子 他...欸我看一下 對應該是說 最上面那個盤子是第幾套盤子 就這樣比較像index 就是... 對就是那個最上面那個盤子 他的index ok 所以我現在假設我要支援這四個指令 我要用硬體來做一個stake 這個stake呢是16乘8的stake 什麼叫16乘8呢 如果這個stake裡面呢 最多可以放16個盤子 每一個盤子上面呢 可以有個8bit的數字 ok 如果你說要放17個怎麼辦 他就...我們不管 假設最多就是16個 ok 好 那一樣喔我這邊會有read 8bit的read 8bit的write跟8bit的read 這有兩個operation ok 然後這兩個operation呢 這combination 分別對應到這四個operation 然後這後面是他的semantics ok 好這就是我整個的isa啦 這是我整個stake這一個硬體的 instructional architecture architecture 就是我們的第一股 那stake這個東西很重要 我們說他在軟體上面很重要 在硬體上面很重要 在硬體上面很重要 都有硬體的stake存在 那stake有很多的用途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function code跟return function code呢 通常這個需要的資訊 會被maintain在stake裡面 所以stake常常被用到 所以呢 很多這些硬體直接支援 就是Push跟Pope這些指令 都是intel的 CPU裡面的這個指令集裡面 包含直接就有的指令 而且他要包含各式各樣的stake的變化 等等 那stake是一個非常重要的data structure 它在硬體上面也都被施作出來 當然他們stake會遠比這個大得多啦 可能是比如32MB的一個stake